真解于此更有阐明 文曰 出列贤护等十六正事者 张此法不以出家发心为本 关于这点 真解的解释就更多了 经文列出贤护等十六正事 很明显地为我们说明 念佛法门不是以出家发心为本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家里面有提到 次列他方来者张 十方佛土宗 系此法为出世大事故 供乃精进求此法 这段文就说明 阿弥陀佛是怎么样建造基督世界的 他不是自己关起门来 闭门造居想象出来的 不是的 他怎么样呢 他把每一个佛杀 全部都调查过 把人家的长处 全部都吸收过来 把人家的不足的地方全部都避免 极乐世界广大无比 殊胜无比 所以这些在家等觉菩萨都知道 请问他们有没有去过极乐世界 他肯定去过 这因为他去过 所以他们就特别想把这桩事情到处跟人家讲 就好像我们一样 我们来的图文巴 觉得图文巴不错 然后你就怎么样呢 反正对你认识人都会跟他介绍一下 既然他不会搬到这边来住 他至少会过来看一下 极乐世界比我们这边 那不晓得好多少倍 是不是呢 就更不用比了 我们这边比不上极乐世界 念老在下面讲 此意圣德经旨 这个议论呢 真正符合我们这部经的宗志 这些大菩萨都体会到了 该在家修行 罪以持名念佛也 作为同修 我们一定要把这句话记住 这在讲您 是不是 在家人 修什么法本 罪以 那个以就是应该 罪应该修 持名念佛 他没有讲观相念佛 没有讲观相念佛 更没有提 实相念佛 他指的是什么呢 持名念佛 因为这个持名念佛 最适当 最简单 最容易 最可靠 成就也 最大 而且我们在念佛 佛呢 也在念灵 请问 多少尊佛在念灵啊 大家想知道吗 为什么不知道 为什么不知道 太多了 数不尽 所有佛都在护持您 都在帮助您 你看这个感应 多么不可思议 当然最具代表心的 阿弥陀佛 他肯定会念您吗 您在念他 他当然就会念您了 再多说一句 您不念他 他有没有念您 他还在念您 这是佛的恩德 太大太大了 十方大事 吸来听法 那既然讲十方 就不止 十六个在家等觉菩萨 凡是能够过来的 都过来了 证明这个法会呢 无比的庄严 殊胜 标词法殊胜 是为大事因缘故 什么是大事因缘呢 能够度众生成佛道 是大事因缘 念佛法门 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 下面念了 再把菩萨 表法的意趣 指出来 有贤护 表如来 善护念 诸菩萨 一圣愿海 六字鸿鸣 三根普丕 万类其收 正是贤护之一 的的确确 在经上呢 我们就看到 佛对菩萨的照顾 无微不至 尤其是我们看金刚经呢 你们就提到 大菩萨常常互念小菩萨 我们算不算是小菩萨 算 是不是 你发心念佛求生极乐世界 那这些等觉菩萨 不管出家 是在家菩萨 他当然就会呢 自动的 自发的 来到您的身边 保佑您 加持您 成就您 连这些大菩萨 都会来帮我们忙 那更何况是佛 就更不用说了 而我们很想得到 佛力加持 为什么自己感受不出来呢 还是因为我们怎么样呢 烦恼重 我们对这个世间呢 明文力仰 依旧没有真正放得下 哪一天 把财色名利都放下了 一心直持名号 这个感应的势力 就很明显地彰显出来 所以我们看了这里的菩萨的 异理 一定要怎么样呢 好好地向他们学习 贤乎 他也表 一圣愿害 那讲到是一圣 就不是大圣 也不是小圣 一圣就是指成佛 我们成菩萨 成为大圣 正阿罗汉 辟赐佛 就是小圣 而一圣呢 是直接做佛 我们可了不起啊 我们也可以自己夸一下自己 怎么讲呢 直接从人道 就升级为呢 阿维悦至菩萨 阿维悦至菩萨 就是分正佛 虽然不是旧经佛 但是呢 是分正佛 而且是分正佛里面 很高的分正佛 愿害 是指阿弥陀佛所发的 四十八大圆 大家看 远远都是为了要 普度接应一些大众 另外 贤护也是表 六字鸿鸣 这不就是讲 拿妈没头佛了 念佛法门 这个方法了 太巧妙 太简单 太容易修了 谁都能够做得到 三根普皮 利顿其收 这两句话 我们在诸解里面 经常会看到 所以 众生 只要他肯 修 肯相信 肯造作 没有不得度的 决定这一生 往生到西方净土 那个 善根福的因缘 还不是很深厚的人 不是很多的人 怎么办呢 我们尽量给他 在这些方面 帮他补足 帮他加强 我来自行 帮他